詞曲 李宗盛 議員 李宗盛 議員 但超跑車上的人怒氣沖沖 馬沙拉利車上好幾名男子 有人駕住休旅車駕駛的脖子 把他壓到旁邊查看車況 不只出拳毆打 還拿出鋁棒凶神惡煞 休旅車駕駛跟乘客不斷道歉 對方沒消氣 這時車內響起電話聲 剛好是18歲駕駛的媽媽打來的 同一時間駕駛依次手做出打電話動作 暗示同學快報警 卻立刻被馬沙拉利的人給制止 休旅車18歲駕駛又被壓到旁邊 被好幾人圍毆 不到幾分鐘 對方又來了兩輛車 一共八九個人 身上多有刺青 被打的駕駛同車同學 想救人 卻什麼事也做不了 好 影片到這邊 院長 請教這樣子的風景 美麗嗎 這樣子的台灣人 還是美麗的風景嗎 我一向最痛恨 重暴寡 強凌弱 對於這種情形 真的是看到非常憤怒 那現在警方也延辦 三個惡煞收押 希望司法機關延懲延辦 我也特別要求警方 如果有任何涉案 不該輕重 另外 像如此 或是幫派 或是惡煞 在各地都能延查延辦 好院長 所以您剛剛講的都是解決 現在發生問題 後續處理的一些問題跟方式 但本席這邊要提的是 這是一個治安的問題嗎 還是您接下來所提到的司法的問題 本席認為 其實這是教育問題 假如 我們好好地教這個年輕人 生活與倫理 公民與道德 今天 台灣社會 很可能就不會發生這樣子的悲劇 院長 您看一下 養不叫父之過 這一位家害者的父親 母親 跪在地上 一再地跟被害人以及社會道歉 假如我們曾經好好教育孩子 我們的生活與倫理 裡面 也許院長看不清楚 右邊 他就講到孝涕 您看看父母親要好好教孩子的話 就不會發生這樣子的問題 好 下一張 假如我們沒有丟掉 我們沒有丟掉 禮義廉恥 今天很可能 這件事 這件事不會發生 我們的孩子 苟不叫 信乃千 做老師的 做 家長的 假如不好好教他 他的性情 就會牽引 就會變化 我們看底下 這是過去我們生活與倫理課本裡面的內容 他寫著 原諒別人的錯誤 別人無心碰了我 應當原諒他 這就是我們過去 小學生所念的生活與倫理的課程內容 另外右邊談到的是什麼 處事要和平 待人要誠懇 處事要和平 方法好商量 實行都認真 人人和平相處 事事容易完成 今天我們看到這樣子的一個社會的悲劇 其實就展現出來 我們的教育的確出現了問題 所以在這個品德教育的部分 本席想要請教院長 您覺得有沒有必要來加強我們下一代 在生活與倫理公民與道德的部分來加強 委員剛才舉的例子 或是課本 或是委員的看法 我都覺得有道理 而且確實也該這樣教 不過同樣的課本同樣的老師 卻教出不同樣的孩子也有 過去再高的道德課本都有 但是每一個都會有不法不孝分子等等 也都有 所以這一些是要全面的 包括學校教育 家庭教育 社會教育 如果教育中 結果還是有不孝不法分子 那就只剩下法律制裁 所以這是整套的 本席同意 院長 您看一下 來我們下一張 院長 本席這邊要提醒的是 我們的教育相關的規定 我們是要教育小孩子 不是縱容 甚至不是討好 去年教育部 8月3號 曾經出了一個公文 談到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的辦法裡面 曾經有一個要求說 除非特殊情形外 教師不得於學生下課時 實施管教措施 雖然後來因為反彈太大 所以這一件事情被取消了 院長你可以想像嗎 假如下課的時候 老師不能夠實施管教措施 你可以想像這個學校會變成什麼樣嗎 我這一部分比較不能聽 我跟委員補充 這個確實是他把他整個文藝誤解 原來的文藝層數確實不好 他的本意是不能用不可以下課作為處罰手段 因為我也都知道孩子上了一節課 可能要上洗手間 可能要喘口氣 所以當時有些老師就是常會用不准下課作為處罰手段 其實這個是對學生身體健康是有影響 但是在用詞上面當時造成的是現場一點誤解 說不可以在下課時間 所以把它調整成更 老師們也明白的 原意就是不要用不可下課作為處罰手段 好 謝謝部長的說明 院長 本席在這邊就是要再次的提醒院長 要注重我們的品德教育的問題 接下來下一張 我們的品德教育 在108課綱裡面把品德教育納入 語文數學自然科學等領域 這邊部長在您的旁邊 院長請教啊 我們怎麼用數學來教品德啊 部長 院長在這裡 可以舉個例子嗎 數學怎麼教品德 一加一等於二 跟品德有什麼關係啊 這樣子講 他數學不是只有教數字啦 品德不是只有一個一門課 專門教品德 其餘的東西不在乎 過去啊 像公民衷心得目啊 為什麼後來大家也覺得說 是讓孩子在生活當中實踐 在學習當中實踐 而不是說上那個中校 你就整個禮拜就在講中校 而是類似這樣的 應該劃注在學生的學習跟生活 所以為什麼 一些領域啊 像數學 你當然還是可以提醒學生啊 謝謝部長的說明啊 但是啊 院長本席還是要提醒 我們要會英文啊 就要上英文課 要會數學就要上數學課 我們要教小孩 他的品德 教他的 倫理教他的生活 假如沒有相關的課程的話 真的很困難 沒關係 這邊請院長好好來思考 可以嗎 好 接下來 下一張 院長 蔡總統講啊 這個跟大學 跟高中生這個座談 談到 不願意看到疑似定雄生 這個應檢取代大考 院長的看法怎麼樣 問題總統有跟我談過 其實他的意思是說實用的啦 也就是說 比如說外交官 你還叫考官出考題 他來答這個那個 然後再來打分數 可不可以去做外交官 不如實際上來檢核 他的語言能力啊 或者是什麼 用實際上的這種 總統的意思是這樣 院長 這個本席給您建議一下啦 以日本為例啊 一百零七年 其實日本也有相關的一種講法 就是用相關的音檢來取代 但是日本也因為爭議太大 所以一直到現在 都沒有辦法納入 所以這個部分 還是要請院長 跟教育部三思 那我們接下來 再談一下 委員 委員這一點點補充 就是 總統只是講一個概念 或者一個方向 也沒有說現在 就立刻去 總統一聲令 大家通通跟著翻轉 也不是這樣 所以 委員放心 但委員指教 這個也請部長相關參考 也應該做得更好 好 謝謝院長 下一張來 這個 院長 本席還是要替這個 代課老師的終點費啊 老師的加幾 特教的加幾 納入 這個4%的部分 這個請問 院長啊 因為軍工教您明年已經加4%了 那不會延 其實一百零七年的 加3%以後 加3%以後後來相關的老師的學術研究加幾 平均帶只有調漲2.49到2.85 所以這個部分啊 是不是院長可以對於代課教師的這一個部分啊 多多的來給予協助 院長 可不可行 我本來就希望 我本來就希望 這無論是哪一個港會在為全國家努力的每一個大家都應該優於考量 所以我會交代任市長還有拜託部長往這一方面發展 好 謝謝院長 來 下一題 接下來國訓中心的編制啊 本期因為時間有限就簡單提一下啦 那我們的原額編制是145 但是實際上 現在 只有103 那就是聘任的部分啊 那運科小組有66人 只有15人是正式的編制 那七成都是計畫的聘用 所以他是等於算是一種任務型的一種編組 那時間一到 他們就 比賽結束 他們就失業 所以這一個部分 當然也是要請院長 針對我們國家體育人才要能夠給予禮 這一點提醒就好 好不好 院長不用回答 就麻煩院長 那最 接下來一個是教育工程的問題 教育工程 由於他的 費標跟流標次數實在太驚人 所以這一點到底是不是經費上有一些困難 這一個部分 我想 是不是院長這邊可以給教育部多一點支持 因為他的相關流標費標非常嚴重 所以他是不是 外部的專家或其他部會的一些協助 還有行政院裡面對於經費的部分 這直接跟院長說 海大醫院新建的健康大樓工程流標八次 陽明交大校園改造流標六次 台藝大概宿舍流標三次 所以在這個部分裡面當然要請院長給予教育部更多的協助 院長可以嗎 這個不知道原因是部長說明一下 我跟委員報告 確實學校他們有時候當然在設計的量體 各方面有時候想要更周圓 當然在發包的次數延長 尤其是最近因為整個公共建設 民間建設 確實造成 這個 他們在發包上的困難 這部分 我也跟委員報告 整個盤整之後 那有一些我們就直接也跟工程會也討論過 也就報院這邊來同意 那這部分也會讓目前有幾個學校可以加速來辦理後續的發包 會去調整他合理的這個物價的那個指標 所以他那個經費的部分 我想行政院這邊院長會給教育部相關的支持沒問題 如果原因是在經費那一定是支持 好 那院長最後一個問題 來這是文化部 院長 本席 應該這樣講 真正抗中保台的人 是中華民國的國軍 我想大家都知道 在美國 對於他們的軍人 有各式各樣的優惠跟尊重 所以本席在這邊特別提出來 因為 一方面也是對於我們國家文化 各方面場館的一些 增進他們的效益 那本席提出來 希望後備軍人 自願意義務役 以後參觀 各文化場館 能夠免門票 在這個部分 給我們的國軍 一點點的尊重 院長覺得如何 我覺得對國軍 應該建立尊重 並且榮譽感 這個我非常支持 不過 是怎麼樣優待 這個恐怕 是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 院長 那可不可以 謝謝李委員 報告院會 教育及文化組的執行 已經尋找完畢 休息完畢